我不吃肉 從小到大我就是一位素食運動員 所以對於吃素的美食 我也是略懂略懂啦 今天我們來到這個新地方 就讓我們一起來探索這邊的素食美食 我們現在人在東京 就跟著我走吧 來了日本這麼多天 今天已經是我們待在日本的第10天 第10天終於終於有一點空閒時間 其實我來了這麼多天 我來之前就知道日本的飲食其實沒有很方便 所以我們前幾天 我滿常都是在可能居酒屋點一些烤飯糰 或是蔬菜 然後甚至是找不到的時候 真的會去便利商店吃一些比較簡單 因為像我們有去到富士山的河口湖 那邊其實就比較傳統一點 在料理上或是就是方式都是比較傳統 所以他們完全沒有素食的概念 我那時候跟他說我要吃素 他就還是把直接整盤魚搬上來 我就有點尷尬 所以今天我們終於回到東京 然後現在呢我仍在澀谷 終於讓我找到一間素食的居酒屋 其實我也滿好奇素食的居酒屋到底會長這樣 因為前幾天我已經跟他們吃了超級多家的居酒屋 然後看到滿多肉的選擇 所以等一下等上菜再跟大家介紹一下我今天點了什麼吧 全部都上齊了 我點了超級豐富 來跟大家一個一個介紹我點了哪些東西好了 第一個當然是主食 就是我點了麻婆豆腐飯 因為這邊看了很多種 來這邊是滷肉飯好像有點普通 所以就點了麻婆豆腐石鍋 第二個這個是日本人超愛吃餃子 不知道為什麼所以我也點了一份尖角 不知道吃起來跟台灣有沒有什麼不一樣 第三個這個呢叫做 MFM 我其實不知道它是什麼 但我光是用聞的 我猜測它是菇類把它沾粉然後炸一炸 也算是他們這邊的有點像是天婦羅的做法這樣 然後第四個點了一個蔬菜沙拉 最後一個呢重頭戲 這邊叫做唐陽什麼炸雞 那我們點了綜合的這個口味 就是有各種不一樣的醬汁 OK 開吃 聞起來超香的蔬炸味 這裡面的味道 有點像是新的那種植物肉的那種 的料然後拌了很多高麗菜 但是裡面的味道其實偏鹹的 吃不出來這什麼糊耶 看得出來嗎 看得出來嗎 OK好 但它蠻好吃的 它裡面香菇的水分都還存在 不會因為炸過就很乾 隨便選一個吧 這個看起來最日本 日本就會喜歡把這種 美乃滋加得這麼絲絲方方 就是肉丸子耶 裡面完全是素肉 然後那個口感就很像是 那種台灣吃到的什麼素的 那個叫豬肉嗎 不是新豬肉 是以前的傳統素肉 然後這種纖維的口感 有點忘記名稱 但吃起來像是那樣 炸過之後再裹上它的醬 它這個醬甜甜鹹鹹的還滿好吃的 沙拉醬 聞起來很辣 太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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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味道就是 我覺得沒有像台灣麻婆豆腐那麼實鹹 它其實是有辣味 然後它豆腐那種香料的香味 可是它吃起來其實沒有那麼鹹 但是辣度還滿夠的 就吃起來跟台灣的麻婆豆腐有點不一樣 而且它的整體的醬其實是很乾的 不像台灣的麻婆豆腐可能整碗就很像會飯這樣 吃起來還滿棒的 而且它有一些小小的那種新豬肉的那種口感 其實還滿好吃的 好 接下來我要開始把每個東西認真吃一輪 吃完再來跟大家分享 我對這間店的比較深度自己吃起來的心得 我給它了幾分 我先開始吃 OK 我們已經吃完了 算是我在日本第一餐 終於吃到日本的素食 但是以價錢來講 我們剛剛點那麼多大概是 五千四百日幣 所以換算台幣大概是一千多塊 但是其實那份量我們大概三四個人分 算 我吃得滿飽 他們吃一點點這樣 但是以口味來講 我覺得如果是台灣人 你可能吃了很多素食之後 你可能會覺得這邊 口味 就跟我媽做得差不多 但是我覺得 在一個完全找不到素食的日本 算是一個還滿稀有的選擇 所以我覺得如果來日本 然後你是素食者 不知道該怎麼選擇的話 或許可以來澀谷這邊 就是其中一餐可以來這邊吃一下 稍微回味一下 台灣的感覺是還滿棒的 OK 那你媽做的是好吃還是難吃 我媽 剛剛那間店就還行還行 我們現在去走走 我現在人在東京車站裡面 找到一間素食的拉麵店 我現在人在東京車站裡面 然後它是 沒有肉 沒有魚 然後沒有蛋 沒有奶 滿多選擇的 喔 上菜了 我的 我的 金芝麻拉麵 還有三顆餃子 喔 它的湯頭超濃 滿滿的芝麻味之外 我看看金芝麻是寫加牛奶 還有奶油 這湯的顏色真的是 好追餓好肥 但好爽 攪完之後 我們來喝喝看湯變得怎麼樣 原本湯的口感是比較 就是味噌的感覺 但它剛剛那個 嗯 一塊 胡麻醬 一整塊攪拌完之後 湯頭變得超級濃郁 而且那個 奶香味變得超重 它一塊是奶油 一塊是胡麻 麵體本身我覺得 麵體本身我覺得整體是 比較偏軟的 沒有到非常的Q 接下來我們來吃這個 它的煎餃 我自己也有三顆 體驗一下 吃起來的感覺怎麼樣 如果純吃的話 裡面的調味其實沒有很重 但我現在吃的這些都是 有五型的 就是它有 有那個蔥汁 然後 餃子裡面好像又有蔥的口感 但是 嗯 就在這邊的選擇 如果你要只有吃全素的話 應該只有蔬菜那個可以選 那我今天選的是 就是金汁嘛 就是有一點點蔥 我剛剛問他可以去 但他沒有辦法 他說沒辦法去 只有那個野菜的選擇 然後餃子也是 裡面吃起來是有蔥的 我覺得整體吃起來 如果湯頭來講 如果你自己把蔥汁夾掉的話 其實這個湯喝 吃不太出來 有這個蔥的感覺 但是整體湯的濃郁度是很棒的 而且這個麵 雖然我覺得整體 可能沒有到非常的硬的那種 拉麵感 可是它整體如果是 一到五分 應該有三分的Q感 YA 我們吃完了素食拉麵 我還外帶了四碗 來自日本泡麵 那其實我剛吃起來感覺呢 我覺得整體真的是還蠻棒的 口味還蠻好吃的 因為很濃郁 然後麵體其實也算剛好 但我覺得如果再硬一點點 可以更好 但我覺得整體來講 是蠻好吃的 比較可惜 就像五星不能去 所以可能會吃到蔥啊 算了 你可能選擇 就會比較少一點點 整體來講還不錯 它就在東京車站裡面 其實就在往經夜線的路口 就會看到 好啦 就是推薦給大家 這是我這次來日本 特地去找的兩斤 在東京的素食店 那如果大家來日本東京 有吃到更多其他的推薦素食 也歡迎在下面留言 或許我們在下一次 有機會再來東京的話 再開箱給大家看 我是你家楊德瑞 希望我們並不記得 按讚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支影片見囉 掰掰 我不吃肉 從小到大 我就是一位素食運動員 所以對於吃素的美食 我也是略懂略懂啦 下午五分子 感谢观看